荣华目光猛然一缩 她终于明白 为什么许多事都像是针对薛明锐一个人 二太太为什么总是有十足的把握 能压过大房 而家里的人 为什么与薛明锐保持着距离 薛夫人又为什么整日地坠坠不安 薛明锐在仕途上如此艰难 不管接了多么苦的差事 别人能退缩 她却不能半点游移 只能一心一意地为朝廷卖命 传来薛王的死讯 皇上特意让御医来到府里 还赏了御次的药丸 皇上是在提醒 任何人都不能越过皇权 任何人都不能有异心 怎么才能获得完全的信任 怎么才能将以前的事一笔勾销 我虽在军营魔力多年 却从来没有过正式的职权 这次与沈家交往 那是因为沈老将军已经卸去甲州 皇上不想让薛明锐和军权 沾上一点的关系 荣川本来是带兵的料子 也就是说 皇上对薛明锐身边的事 几乎是了如指掌 包括谁与他交好 他害怕不会留下传位诏书 一定会立储君 立储之前 还有想尽办法 平息夺敌内乱 会不惜一切 薛明锐细长的眼睛垂下来 一定要小心 一步走错 可能就难以转还 是进是退 我们都要看清楚 大雨下了几天 终于停了 炸堤之前 大堤已经破了个口子 好在堵住之后 及时卸了红 这才没酿成大火 薛明锐这一次是立了大功 不但稳住了灾情 还接触了公布摊墨案 这个冷面侯爷 真不容人轻视 他以前并不在意 现在才发现 五目侯薛明锐 真是让人难以看透 赵轩桓看了一会儿书 站起身走到窗前 这段时间 他养病在家 很少离开书房 父亲母亲叫他去商量书华的事 岳母让人烧信过来 又家里想办法上下疏通一下 早日以四子为由 提了他二等侍卫 书华的牌位上也能好看一些 至少能写工人 说到书华的死 父亲母亲 脸上都没有半点的异样 只是母亲说起 八姑奶奶五目侯夫人的事 父亲才算有点动容 我去想想办法吧 回到房里 他叫来的婆子道 陶家来人看大奶奶之前 是因为五目侯夫人下帖子 请了之前给大奶奶看病的郎重 如果五目侯夫人不请郎重过来 陶家是不是一直都不会知道 书华的病情 为什么会这样 他一直尊敬信任的父母 全都在他眼皮底下 那婆子道 大爷还是不要多想 大奶奶的病 大家都看着的 确实是病的严重 不然也不会有今时今日 赵宣桓不愿意想太多 那婆子出去 一会儿罗贵悄悄进来道 人都领来了 大爷自己问吧 赵宣桓看看罗贵 找好油头了吗 罗贵笑着躬身 您放心吧 陶家其姨娘心善 早就将他们一家放出去了 如今在外面 买极木地耕种着过火呢 我跟福利管事的说 福利有几间漏雨的房子 要修修 趁着雨停了 临时就找来几个短工 我领了他男人 去前面修复屋顶 让他过来回话 赵宣桓点点头 让人进来 你先下去吧 不准让其他人知晓 罗贵忙道 小的已经安排妥当 罗贵出去 不一会儿 刘二的媳妇被带进屋 刘二媳妇上前 给赵宣桓行了礼 急忙道 我们一家 现在只是庄家人 没 赵宣桓道 也不是要问你别的 你之前给桃八小姐 做过奶子 刘二媳妇听是问这个 这才松了口气 是 是桃家杭八的小姐 赵宣桓冷冷地道 我只问你 你如实说了 我便给了你赏钱 否则 出去乱说的话 我总能找到你们 刘二媳妇连忙道 狮子爷 为什么 我不敢隐瞒 更不敢出去乱说 赵宣桓道 你一直给桃八小姐 做奶子 也不是 之前是我家的二婶子 后来二婶子走不开 就领了我上门 这才 看世子爷 似是对她说的话感兴趣 刘二媳妇也不敢怠慢 静止说了下去 亲姨娘人山 对人也好 我就一直留下来 照顾八小姐了 八小姐长得 粉雕玉琢般的 极为漂亮 只可惜 天生有些不好 说话 走路都要晚一些 平日里 也从不爱与人说话 姨娘找来师父和女先生 教小姐学女工 读书 结果都是一概不会的 长到十来岁 走路还要看着点 生怕出什么闪失 可即便是这样 还是不免磕磕碰碰 一次从炕上掉下来 摔了膝盖 另一次是头磕在了甲山上 磕破头那一次 磕破家里人吓坏了 找了郎仲过来 那郎仲说 流血太多 恐怕是不大好了 连老爷都被叫了回来 后来 好不容易止住了血 又发起烧来 我们都以为啊 这八小姐是凶险了 没成想 过了好几天 八小姐却迷迷惑呼地 醒了过来 八小姐这才开口说话 整个人倒比以前不一样了 赵轩环转头看过去 怎么不一样了 刘二媳妇道 说话十分流利了 和常人没什么两样了 人也就更加灵力了 还不只是灵力呢 就是像大家闺秀那种样子 我也说不好 反正就是极好的 七姨娘高兴得不得了 只说这一摔 反倒是像摔开了窍 再以后啊 不论是请了什么师傅 来叫八小姐 都是一点就透 学得极快 请来的女先生 都张日里夸赞八小姐呢 我们私下里都说呀 八小姐是后福之人 果不其然 后来七姨娘没了 八小姐便被接回淘家 一年的功夫就嫁了人 如今呀 可是一品告命夫人 赵轩还静静地听着 八小姐磕破了头 那次是什么时候 刘二媳妇听了 仔细盘算 大概是四年多前 余生十三年 赵轩还的心顿时被扯了一下 余生十三年 陶五小姐荣华没了 她奉父母之命 娶了陶淑华 会不会这么巧合 陶八小姐偏是在那年 似是变了个人 赵轩还拿了五两银子 给刘二媳妇 那刘二媳妇没想到 竟然说上这样一通话 就能拿到这么多的赏钱 急忙是千恩万谢 再三地说 狮子爷放心 我回去之后 一定不会乱说 刘二媳妇走了 赵轩还重新坐下来 半赏 她嘴角一动 她是从来不相信鬼神之说 单凭下人一句话 她不能断定什么 可是 有很多事 第一次见陶八小姐的时候 八小姐的目光 让她十分的熟悉 还有陶八小姐 穿的那身衣裙 若是真有鬼神之说 为什么她回来了 却不来找她 她明明有机会向她说 她是怪自己 没有信守诺言 娶了她的姐姐 赵轩还转身进套间 换了衣服 将丫鬟叫来道 去跟夫人说一声 我要出去走走 那丫鬟忙硬成了 赵轩还刚走了不远 遇见常宁伯二爷 任阎为从茶辽里出来 任阎为忙辞别了朋友 上前与赵轩还说话 世子爷 今日看起来好多了 赵轩还点点头 任兄怎么也在这边 任阎为笑的 任雨停了 就出来与师兄弟们 谈谈文章 说着 说着就洋洋眉毛 嘴唇一敏 顿时有了几份的书卷气 顿了顿又问赵轩还 世子这是要去哪里 赵轩还道 这是随便走走 任阎为一脸欣喜 那正好了 我要去前面看看家里 师密的情形 世子爷若是没事 就与我一路如何 赵轩还和任阎为 边向前走 赵轩还边道 这次师密 只有任兄家里 和吴木侯家里 最为及时周到 任阎为笑的 哎呀 说来惭愧 我也没帮上忙 都是家里四妹妹 在一手操办呢 任家师密的棚子 果然搭得最是大 怪不得最近传言 都说成宁博家 财大气粗 将经理的米粮 都买了来 还有人说 常宁博家 完全是为了 博个好名声 任阎为道 世子看了 别见笑 我妹妹从来 就没做过这等事 难免会有纰漏 任家这般炫耀 连任阎为 都觉得不妥 任阎为 直指前面不远处 薛家师密的棚子 就正好 听说 是五木侯夫人 一手操办的 别人都买不到米粮 偏他能买到 做事又都做得恰到好处 薛明锐在外 他在内操持 真是让人 赵宣华猛然之间打住 不再往下想 若果然是他 果然有这样的天权 他应该高兴 至少能放下心里的包袱 赵宣华转过头 猛然发现远处停着一辆马车 薛家师密棚子前管理的直士 急急忙忙地去了马车前 赵宣华心里微微一颤 隔着马车 那管事十分的恭敬 车厢里的帘子掀开一角 露出个花月静好的侧脸 和一双清澈透亮的眼睛 赵宣华的目光 顿时复杂起来 任颜为开始没发现 转过头来 顺着赵宣华的目光 这可能是武木侯家的马车 任颜为想起这几天家里的事 就问了问 听说武木侯夫人的娘家 也在施米娜 是桃儿小姐 听得这话 赵宣华微微皱了皱眉头 任颜为不由的一争 石传一正在认真地听荣华吩咐 还有几日朝廷就要放镇了 还有多少存粮 石传一道 上次少夫人高价卖了一些 卖来的银子正好够了 许多便宜的米粮 肯定是够了 荣华点点头 现在各地的米粮 已经陋续地送了来 他一路上看到有不少的人家 在搭施米的棚子 知道米价会跌 却没想到会跌了那么多 从七十文的市价 跌到了二十文 过几日 恐怕会更低 荣华的声音不高 又在街面上 石传一仔细地听 生怕听漏了什么 干车的下人和婆子 都在看自家的施米棚子 还有棚子周围那些灾民 正在怜悯间 忽然听到啪的一声 停着的马顿时受了惊吓 抬起马蹄就向前走去 石传一喊道 快拉住车 少夫人小心 下人和婆子忙反应过来 马夫一手拉中了马 整辆车还是晃了又晃 等到马车吻下来 众人回过头 只看到石传一伸手去抓个衣衫蓝绿的孩子 却被那孩子张嘴 在手腕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石传一吃痛松手 那孩子连忙跑了几步 又从身后拿出一块石头来 又向拉车的马丢去 好在石头被人打落在地 石传一转头去看 拉着那孩子手的人 穿着一身深蓝色的长袍 一脸的贵气 正不知对方是谁 任言为已经上前刀 多亏了世子爷 荣华听到外面的声音 挑起了车厢的帘子 六七岁的孩子 一脸的泥浆 看不清他的面目 只能看到他一双眼睛里 满是恨意 荣华一睁 再看像拉着那孩子的人 对上那人的眼睛 他的视线不由得一缩 那人目光闪烁 微重眉头 表情复杂 正仔细地望着他 赵轩桓 这么巧合 在这里遇到了赵轩桓 石传一和薛家下人 忙上前致谢 说着话 赵轩桓手里的孩子 向他怀里一震 正好就撞在他的伤口上 赵轩桓吃痛松开了手 薛家下人要去追 只听车厢里传来月耳的声音 不过是个孩子 算了吧 虽然是个孩子 可是刚才那孩子 眼睛中的恨意 让他有些吃惊 荣华定下神来 既然赵轩桓帮了忙 他大方地谢过去 是应该的 多谢姐夫帮忙 五木侯夫人年轻 任言为不知道 该不该上前去打招呼 五木侯夫人这样一说话 他也想起 义成侯府和陶家有亲的事来 转头想向赵轩桓讨个主意 却看到赵轩桓面目苍白 目光闪烁 嘴唇铭起 不过是路过 恰好遇见 想多询问一句 终究没有开口 转身 草草告辞 任言为也只来得及 上前拱拱手 忙去追赵轩桓 那孩子撞在了 他已经揭发的伤口上 刺痛之后 顿时感觉到一股暖意 不知道为什么 他不想让人看到 于是匆匆忙忙地离开 走了几步 鲜血果然从衣服里 透出来 这样狼狈 荣华听着赵轩桓 匆匆离去的脚步声 锦绣忙上前看荣华的手 赵夫人怎么样 有没有碰到 荣华摇摇头 马受惊的时候 他不过是用手 撑了一下车厢 没关系 持船一急忙到 都是小的没有注意 任谁都会有疏忽大意的时候 更何况 持船一是在听他说话 荣华道 不过是孩童调皮 持船一 顿时松口气 荣华接着说 你还要再辛苦几日 这边有什么事 就前人回府里 持船一忙硬了 锦绣吩咐赶车的吓人 回府吧 马车这一车 缓缓地向前行 薛家的马车走了 另一条街口的马车里 才传来 摇滑咳嗽的声音 同坐一辆车的 桃尔太太 王氏道 这段时间 本来就劳累你 下了这么长时间的雨 天气又寒凉 岂有不咳嗽的道理 王氏目光闪动 看向车厢外 刚才一阵风吹进来 摇滑呛了风 他急忙去关车厢门 没想到就看见了大姑爷 大姑爷站在一辆马车外 与人说话 那辆马车 他怎么看都觉得眼熟 再仔细看看跟车的婆子 忽然之间想起来 荣华回家的时候 似是就带着这婆子 本来要上前与荣华说话 谁知道薛家的马车 急急忙忙地走了 王氏又转过头来安慰姚华 你这孩子呀 心思就是重 也难怪老太太太太心疼你 去求个百霄精 就将眼睛哭得像个头一样 这样回去 被老太太看到可怎么得了 老太太的兵刚刚有了起色 姚华眼睛又是一红 二婶心疼我 我在祖母母亲面前 哪里敢有半点的难受 好不容易和二婶出来了 压在心里的 顿时就都涌出来 在佛祖的面前 也就忍不住 王氏听的这话 心里顿时一软 姚华平日里柔弱的性子 关键时刻 已经是十分刚强 不然光靠他 还难将家里都打点好 你这孩子呀 我就是怕你哭坏了身子 说着 拿起手绢 给姚华擦擦眼泪 坐在马车角落里 一脸担忧的月华 也伸出手来拉住姚华 而且别难过 嘴上这样说 心里也难受起来 几个人忍不住的 在马车里掉了回眼泪 两个字